好 目前开始就是新任隔魁陈静仁最新的发表的谈话提供给大家 同步来关心了 谢谢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天也将从台大来退休 面对的媒体问到最后一天上班会不会舍不得呢 好 柯文哲表示说那也没有办法呀 至于未来2024会不会选总统 他说还在想因为很多事情还没有做 真心登任民众党主席之后会思考如何来突破 卸下了遗址之后 专心在党务身上 未来美国型跟空虚的生涯规划做好 还没有 还在想 这个很多事情都 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还没完全想好 因为现在有媒体评论说是 现在是要选2024还是要做民众党的送出 那当然是这样嘛 在2000年以后台湾历史上的确是出现 新党 亲民党 台联甚至时代力量 所以我们也在研究说 怎样会不会重蹈覆车 这个 不到现在为止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是我们的民调是慢慢上升 跟其他四个党在成立那天最高 他慢慢掉 局面不太一样 不过我们还是会 台湾去思考这个问题 去给他做个突破 那怎么看就是说 沈富雄他说他有见过你 然后有劝你不要写 但是他说你怎么样都会出来写 那很多年以前的事 大概 大概 大概2019年吧 很早很早 疫情还没发生的时候 那时代一直在变化 2287脚踏车有开始练了吗 接下来 有在练 不过也没什么时间练 你真的要骑到高雄吗 宣传 这个要 我这一次有秘密武器 我真的要研究那个电动辅助车怎么用 黄山山今年会跟你一起吗 练期时间比我更少 好 我们的很多的谢宝都在我们的YT 小小天室来留言 非常感恩大家支持 米优 黄如意 朱凯硕 春照 天辉辉 谢谢你们 当然同时也来关心中国大陆呢 去年底以注册的资讯不完整为理由 所以呢 是暂停了 包含了金门高粮 台湾啤酒等等产品的进口 国台办在29号宣布了 包含了金门高粮酒在内 六三家企业已经完成了注册 立委郑云鹏批评说 限制食品输入根本就是单方面的政治的操作 大陆想做人情就做人情 我目前人正在厦门的立委陈玉珍则回呛说 政府你要做实事才能解决问题 不能只有攀口水 与金球公司定证了文件中输入的这个部分 最后获得同意可以解禁 这个东西是大家共同努力 目的事实上都是为了让这个金球可以长远的发展 那现在部分的民进党立委认为说 这个是在分化台湾 我觉得人民要的政府或是人民要的民意代表 是帮民众解决问题 做实事的政府 不是说遇到什么事情就自己不能解决 还去指责解决说 这个就是在做什么 领英外合啊跟中共唱课的 这种行为 人民要政府是可以解决事情的 因为只有民部才能合成 办实事少点政治口腿才是人民所需要的 金门县长陈富乃县长 跟国民党的金门陈玉珍委员 那昨天跟中国国台办的宋涛主任 会面过了之后 那突然中国就单方面 那也莫名其妙的宣布了63家被他们禁止 那出口到中国这个食品厂 突然就可以开放了 大家会知道说去年10月 这些食品业者 包含品项包含公司被禁止 当时是莫名其妙被禁止 昨天是莫名其妙被开放 他们在禁止的理由的时候 他们所讲的是他们要变更登记 变更注册的这些项目 我们台湾在全世界里面被中国独一无二的对待 提早了一年不能够网路申请 只能够书面提出 去年10月的这个禁止的这个 中国单方面的这个禁止的命令 本来就莫名其妙 昨天在跟国民党相关人事会面过之后 马上又开放 那这个个莫名其妙 这也更显示说当时 中国单方面的限制台湾的这些公司 食品跟过去的这些农产品 都是中国单方面的政治动作 它没有任何根据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想禁止就禁止 想做人情就做人情 海荒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